黃美琦、關鋒兄、謝東文、孔德賢和昭浩軒 這日出席場地單車賽記者會 介紹賽事的詳情 講開踩單車 原來謝東文因為小時候 在英國踩單車時發生的意外 令他留下陰影不敢再踩了 有一位朋友踩單車 然後跌了到山上 跌了到山上 然後整個手都損了 幸好掩著臉部 否則是毀容 那你是滾了幾個圈才會出現 滾了很多圈 他拍戲一樣 噗噗噗噗噗地跌下去 對 你仍然在這裡 我真的很感恩 沒事 山而已 你說跌到海圈就糟糕了 山啊 山可以的 山可以的 很多草不是懸崖 你不會突然跌下去 你打斜下去是可以的 接下來下個月初 出格的美琦 近日忙於收身 希望以最漂亮的身段 穿上婚紗 趕到籌備的進度 他就說忙得一頭煙 真的忙得是 真的忙得不得了 我連我的社交媒體 我都少了時間去更新 但是現在就進入大直路了 所以就應該差不多可以回來了 現在心情是不是都很複雜 其實是 因為我現在還在瘦身的階段中間 其實又夾襲著痛苦 興奮 緊張 緊張 但是壓力 原來是甚麼情緒都會有的 這一刻 因為又怕自己的狀態 不是最好 然後又排座位表師的經典 你將來就知道了 你都會求恨 為何不擺酒呢 可能是閃婚呢 踏入龍年 不少父母都想生龍逼 原來美琪和未婚夫都有這個想法 我是想的 我新年的時候都已經跟他們說 不如我們生個龍逼 反正我也是生的 然後我就在這裡計算 那不就是當晚要種 當晚要種 或者之前也可以 然後有些朋友說 不要緊的 不怕的 之前種都可以 我說不行 那我逼的那天 就肚子會凸 然後有些有經驗的朋友說 不會的 四月不會 那是很危險 我穿那雙高跟鞋很高 是不是 很多這些關心 然後想不想想 我們就放棄了算 不要緊 隨緣 追不到龍的就捨